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开一个新坑 信长之野望创造 是光荣公司新野系列的第十四代 那至于为什么叫创造 回头游戏里再说 光荣公司游戏里大家可能玩三国志和泰格比较多 这个新野系列有的朋友可能还不太熟悉 所以这次就先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 像这个玩泰格的时候一般都是先玩猴子嘛 一上来会遇到一个剧情 就是统辖间合战 金川议员带着几万大军上落 志田信长是趁着暴雨率军突袭金川议员的本阵 当场斩杀金川议员 从此就走上了称霸之路 那另一方面的金川家是由胜转衰一蹶不振 特别是他的儿子金川世贞 战过游戏里面的著名弱姬 因为沉迷促居没有能保住家业 最后是到了京都隐居 后来还曾经为志田信长表演过足球 人送外号足球小将 这次视频里面我们就用金川试真 非常经典的废柴流 废柴主角逆天改命打脸逆袭 不光要向志田信长复仇 还要重新带兵上落 完成父亲大人未了的心愿 那我们就先来选择剧本 其实一开始是想选这个1560年的剧本 统侠间合战 开局触发一下剧情 父亲大人送走以后 我们就可以上任了 但是试了一下发现 这在游戏里面 金川家不能触发统侠间的剧情 我也是上网搜了 别的事业都可以触发 就只有金川家不行 那没有统侠间合战 我们还怎么为父报仇 所以说剧本要换一个 来选后面一个 1562年 值得同盟 这个时候统侠间合战 是已经发生过了 父亲大人你就安心上路 天要下雨 我们没办法 那就开始游戏 设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娱乐像食品难度也不用太高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游戏里面有一些 架空武将什么的 我们就不要了 寿命长寿不解释 战死肯定要开 说不定哪一战里面 我们就能手刃支田信长了 现在进入游戏 进入游戏以后 首先来到了金川家的主城 有一位兽贵尼 在和金川士真说话 这个就说明 寿贵尼就是金川家 智力最高的人 相当于是军师 但这个寿贵尼 可不是一般的军师 她其实是金川一元的母亲 也就是金川士真的奶奶 金川一元战死以后 是家道中落 我们奶奶都被迫出山 想到这里 金川士真就感到非常的羞愧 以后不能再整天踢球了 一定要力经图治 复兴金川家 那说到复兴 就先来看一下金川家现在的情况 地图拉到最远以后 就可以看到整个日本 日本现在是被这种线 分割成了很多块 这一块就是一国 金川家最鼎盛的时候 是占领了三个国 分别是郡河 远江 还有这个三河 那统辖江河战以后 德川家康啊 现在还叫松平家康 自己就在三河独立了 郡河和远江还是我们的 这么一看的话 我们损失好像不是特别大 而且这个兵力也比德川家多 我们一万一千多人 德川家只有六千多人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德川家康独立的时候 是带走了我们的大批武将 这写着的这有二十三个武将 我们自己才只有十九个 而且这个武将的质量 你看德川家康这个数值 统帅九十九 勇武八十六 智略九十 正志九十四 下面还有九景中次 也都是统帅八十多的名将 下面还有本多正信啊 福布万丈 石川树正 板仓圣正 这么多属性都是八九十的名将 这以前可都是我们金川家的人 结果现在都跑了啊 再看一下我们金川家 按统帅排下去 第一个叫刚部元姓 统帅八十 勇武七十四 现在这位刚部元姓 就是我们金川家的第一名将 而且这个刚部元姓 也是一位大忠臣啊 当年就是他把金川议员的首级 带了回来 看这个数值也算是有勇有谋 那金川家的未来 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第二名 居然是我们的奶奶 寿桂妮 这都七十八岁高龄啊 统帅也是八十 但是毕竟上的年纪啊 勇武只有三十五 第三名 藏春院 这个其实也不知道是念藏还是念藏 不管他啊 就念藏春院好了 这个藏春院是金川市真的老婆 北条市康的女儿 统帅七十五 勇武六十七 这个属性好像看起来一般 但在金川家已经是相当能打的了 你看后面这 这属性直接就奔着五十去了 还不如两个妇女同胞能打 哎呀真是气斗冷啊 金川家的男人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但是看到最后发现金川市真好像也没有资格说别人 这统帅十一 勇武二十三 智力二 而且看这个专长 别人都是什么 急行 民心掌握 牟利专家 干练 气势 这一听就非常的霸气 我们金川市真的专长 叫幸运 效果是不容易被俘虏 这简直是光荣公司在嘲讽我们 就跟三国里面的恶斗差不多啊 估计是觉得我们在父亲大人死后没有什么作为嘛 足球小将 但我们也有理由说的 过去金川一元带的都是什么人 德川家康 太原雪斋 你这都什么人 你叫我带 再看了一下 发现了一件更可气的事情 我们金川家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能力倒数的人里面 居然有好几个还在当成主 哎呀 真是庙堂至上朽木为官 你看像这个 范伟连龙 统帅42 勇武44 志略49 政治41 我们金川市真虽然菜一点吧 这好歹政治还有60多 你看这范伟连龙 一个过50的都没有 居然还在当成主 他能当吗 当不了啊 没这个能力 所以金川市真上任第一件事 赶紧做一下人事调整 这个范伟连龙 现在是蒲园城城主 蒲园城在这里啊 是我们金川家最东边的城池 紧挨着武田和北条两大势力 那这么重要的地方 怎么能交给范伟连龙这种废物啊 那还是我们金川市真啊 亲自过去 大名守国门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啊 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 其实不用担心啊 因为可以看到东边的武田和北条 这都是我们的盟友 贾相军三国同盟 他脸下面显示啊 我们这个同盟是基于婚姻关系建立的 那只要婚姻关系还在 我们的同盟就是牢不可破的 那这个郡府城啊 一会儿就留给我们的夫人 藏春苑 治理八十 我们治理二 其才四十倍于我 想必能够好好治理郡府城 然后还有几个重要的城池 像这个银马城 刚才郡府城是郡和国的主城 银马城就是远江的主城 那就让我们的奶奶树桂尼 也是其才四十倍于我 来当银马城的城主 还有一个长小城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长小城 其实并不在远江境内 而是在三河 那自从德川家康独立以后啊 这个长小城 就是我们在三河仅存的据点了 地底位置非常的关键 一定要派元大将来镇守 那刚不远信 这个长小城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为金城甲守好城 将来我们对德川家康的反击 就从这里开始 另外就是有的城 要给他们搞一个做内政的人 内政的话 就是每个城里面 要安排一个凤行 这个凤行 一般就是政治能力最高的人 像我们奶奶树桂尼 之前就是郡府城的凤行 但是我们有的城啊 它里面就没有能做内政的 比如说像这个挂川城 它里面只有一个朝比奈太朝 统帅和勇武都不错 是一员猛将 但是政治能力实在太低了啊 你让他去当这个内政凤行 当不了啊 没这个能力 所以说也来找一个 像这种政治能力五六十的啊 先凑合用一下 那做完人事调动 再来看一下地图 就会发现除了城池以外啊 还有很多这种紫色的标志 这个就是游戏里面的国人众 这些国人众 如果支持度够高的话 还可以帮我们打仗 而且不同的标志 还有不同的效果 像这个邹访原众 专才叫铁炮 效果就是每年12月 可以向我们进线铁炮 小赖户众 专才易勇 可以提升我们士兵的增加速度 东边还有一个水蛙众 它的专才 叫纳米 哇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水蛙众 居然掌握了纳米科技 真是天佑我金川家 那我们就用谋略这里 选择怀柔 来提升一下他们的支持度 最后做一下内政啊 刚开始比较缺钱 大家就多来发展商业 另外藏春院说 还可以来调查领地 说可能会找到金山什么的 刚才也已经是派人去找了 那最后还剩不少钱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政策 那上来第一个 叫金川假明目录 那这一看名字就知道啊 肯定是金川家特有的政策 这个假明并不是现在说的 什么凭假明骗假明之类的 那他其实是一部法律 最早是金川试亲 也就是金川试真的爷爷制定的 那后来到了金川议员手里面 也进行了完善 在网上找了一下啊 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 有关于什么土地全署争端 怎么解决 夜里面房屋闯入的不法侵入者 被杀了怎么办 这斗殴怎么解决 还有怎么征税 非常全面啊 当然游戏里面不可能搞这么复杂 它就是三个效果 最大民中加十 增加分成的常备兵 主义为中道和保守的武将上升忠诚 但它也有一个缺点 主义为创造的武将会降低忠诚 这三个主义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回头再说啊 但现在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金川家的武将 主义不是中道就是保守 没有人是创造 那就说明啊 我们金川家广大人民干部 都非常拥护这部法律 而且费用只要530块钱一个月 这在政策里面已经算是非常便宜的了 那没什么好说的 赶紧颁布 后面还有一个建议箱 也是530块钱 可以最大民中加十 容易增加人口 增加民中恢复量 便宜 那两个政策下来 每个月多支出1060块钱 但是加强了金川家的民主法治啊 非常划算 那现在我们就结束这个月的平定 让时间走起来 好的 金川市真已经进入扑岩城了 其他人也都到位了 这个时候是触发了一个剧情 说武田家与金川家 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那现在通过贾向郡同盟 进一步加强了关系 但是 武田信玄对于失去了议员 这一位明君的金川家 怀抱着不安 下定决心要撤销两家的同盟 对此取了金川家为妻的 信玄嫡子 就是武田义信表示强烈反对 结果武田义信 与部分家臣一同被处决了 罪名是企图暗杀信玄 这次谋反是范福昌景告的密 他的亲戚范福虎昌 也连坐遭到处决 范福昌景之后就改名了 叫山县昌景 这是武田的四名臣之一 其实他爱叫什么叫什么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关键是我们金川家和武田的同盟 这金川议员死了以后 武田信玄看不上我们了 我们的同盟关系这就完了 还是先进入下个月的平定啊 之前我们派去做怀柔的武将 这都报告了 这些国人众非常支持我们 小山城旁边发现水源 郡府城发现捷径和特产 银马城发现了马 蒲烟城还发现了矿山 哇这蒲烟城旁边的矿山 居然是一座金山 我们金川市真刚刚到达蒲烟城 就发现了一座金山 简直是天降祥瑞 这个金山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象征着我们金川家的前途 无比光明 但是回到蒲烟城 发现这城里面怎么多了一个人 叫领松苑 这是谁啊 啊这是金川议员的女儿 我们的妹妹 之前是嫁给了武田一信 结果上个月被赶了出来 再看外交关系啊 现在武田家和我们的关系 已经成了断交 这是最差的一档 基本上等同于开战 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 这个武田信玄太无耻了 为了和我们毁约 连自己儿子都杀 真是脸都不要了 我们妹妹才22岁 直接被扫地出门 这就是明摆着要羞辱我们 只能送给她一句话 叫做默契少年穷 等我们将来光复国土 夺回三河 让你知道什么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那现在西边的德川家和北边的武田家 都成了敌人 还好东边的北条家和我们还保持了同盟关系 而且我们发现啊 这个北条家和武田家之间的同盟也没有了 看来北条家还是站在金川家这一边 这北条士康不愧是我们的老丈人啊 真是讲义起够哥们儿 但是又看了一下发现其实北条士康对我们也不是那么看得上 这关系啊只是普通 有点不冷不热的 并未抱有敌意或兴趣 那说明他们虽然暂时站在我们这边 但还是有所怀疑啊 然后再看一下西边 知田家和德川家对我们看法是红色的 这个红色就说明是偏敌对 理由上写的是因影响力大 态度戒备 那再往外 这个斋藤家 六角家 北田家 紫小鹿家 态度是蓝色的畏惧 这个蓝色就说明是偏友好的 理由是对影响力大感到害怕 这个其实说明啊 金川一元虽然是死了 但是毕竟金川家大部分领地还在 所以这些小一点的大名 无论敌对还是友好 还是比较重视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复兴加业的话 他们的态度迟早也会发生变化 当然和武田家断交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在他的一座国风城里面 发现了一位人才叫大九宝长安 正值八十九 这比我们金川家任何人正能力都高 而且他的忠诚度是红色的 这武将对大名的忠诚度有三种颜色啊 像我们金川家 绝大部分武将忠诚度都是蓝的 这就是非常忠诚 自己的忠诚度远远高于所需忠诚 另外还有三个人是黄色的 黄色就是比较忠诚 忠诚度比所需忠诚高 但是高的不多 虽然一般不会叛变 但也有可能被敌人拉拢 打仗的时候出攻不出力 而这个大九宝长安 他对武田家的忠诚是红色的 就是忠诚小于所需忠诚 这就是有可能被直接挖走的 那为什么他是红色这里显示啊 与信玄大人期望的天下不同 因为大九宝长安他的主意是创造 而武田家采取的主意是保守 正好相反 那没什么好说的 人才难得 而且现在也不是盟友了 就可以挖人了 选择谋略里的密探 找到大九宝长安 再安排一个人 这里面密探的效率是根据制掠决定的 像我们奶奶树桂尼和老婆藏春院 每回合可以增加11点的判新 等判新100就可以挖走了 但授贵尼政治能力比较高啊 要在银马城里面做内政 而藏春院虽然智力高 但是政治能力一般只有60多 找个人替他做就可以了 所以藏春院就赶紧来和大九宝船密谈 我们这个妹妹领松院 其实能力还不错啊 各项数值都有60多 在金川家也算是一员大将了 统帅能排到第五 那现在都已经回来了 老公也没了 非常可怜啊 干脆封你当个城主吧 这个小山城 能力这太低了 赶紧换人 又过了两个月 我们发现武田家已经开始出兵了 还好出兵的目标不是我们 这些红点啊 都是武田家的部队 正在围攻长野家的麒伦城 长野家的家主 现在是长野叶盛 他老爹长野叶盛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了 然后北条家是长野家的盟友 这边几个绿点是北条的部队 什么太田康兹 北条市政 估计是要过去支援 就在这个时候 北条家派来了使者 请我们帮忙支援三骑城 我们赶紧看了一下 三骑城在这个地方 原来是东边的李建一遥 见北条出兵以后 国内空虚 是亲自率兵一千五 还有大将郑木石茂 吐其为赖 总兵力达到五千五百人 想要从后方偷袭北条的三骑城 其实北条市康 我们老丈人实力非常雄厚啊 区区五千多人 根本不放在眼里 但是他这个时候向我们求援 其中是大有深意 刚才已经提到 我们金川市政刚刚上任 这五天信神看不上我们 直接就解除了同盟 但是北条市康心里也在想啊 金川市政当大明到底行不行啊 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所以他向我们求援 名为求援 实为试探 这一仗我们金川市政 就是要亲自上阵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打出金川家的风采 正好之前金川市政 已经到了蒲园城 就在北条家旁边 太方便了 赶紧来编制部队 这大将怎么是范伟连龙 你这能力值不行啊 还是换一下 金川市政为大将 范伟连龙刚才主动请战 精神可嘉 就封你做副将 做副将有好处啊 不光可以多带一个战法 而且还可以提升一点部队的能力 不带他的话部队智力只有2 带上以后就变成5了 足足提升了1.5倍 然后军马铁炮都不用带 士兵最多带1900人 我们也用不了那么多 拉到最小 500人就够了 打仗不在兵力多少 关键要靠指挥 靠谋略 那编制好以后 我们立即出兵 其他人全都留守国内 另有重用 这次就是金川市政自己 亲率精兵500 千里持远老丈人北条士康 那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 我们金川市政终于是赶到了三七城前线 北条军和李建军已经交上火了 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啊 北条方的主将是北条士兆 李建方是家主李建一瑶亲自坐镇 但是一看这个兵力 我方怎么只有2800人 敌军4900人 那我们先后退一下啊 这不是不参战啊 实在是因为我们大老远跑过来 士兵肚子都饿了 先吃便当 吃完便当以后再打仗 当然北条家也会问啊 你这是不是在骗我们 没有骗你们啊 你看左上角这个军粮 刚才还一万多 现在都快没有了 都做成便当了啊 我们金川市政 一个智力只有二的人 还能骗你不成对吧 又过了一个月啊 这个三七城还在打 北条士兆他们早就被打跑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打北边 来了一位北条岗城 这位北条岗城可了不得 当年和越夜战 北条家几千人击溃上山 宪政的数万大军 一举奠定关东的基业 领兵者就是这位北条岗城 人送外号帝皇八番 现在领兵两千 马上就到三七城下了 那我们便当也别吃了 赶紧领兵加入战斗 那么终于金川市政 率兵赶到了战场 北条军这边 大将北条岗城坐镇 双方都是三千人左右啊 可以说是势军力敌 到了战场以后 我们可以不指挥 就跟三国志十三一样 直接让部队在大地图上作战 这个北条岗城就和我们说啊 市政大人啊 您远道而来车马劳顿 不如就在后方休息 指挥的事情交给我来就行了 但是这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大老远赶过来 就是为了向全天下 展示金川家的实力 所以这一仗 我们金川市政 不光要参战 还要做总指挥 北条岗城一听 说这我们都是北条家的人 凭什么听你金川家的指挥 那金川市政文言是哈哈一笑 说当然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里面 就说我们金川市政的官最大 看人物情报这里啊 选择市官 幕府一职 金川市政是守护 北条岗城 什么官职都没有 日本嘛 那都是幕府将军说了算 幕府一职是将军封的 就等于是中央决定的 北条岗城一听 非常有道理啊 不愧是金川家的后人 精通理法 于是现场几百名武士一致通过 就由金川市政担任总指挥 那我们选择会战 金川市政的出阵就这样开始了 双方兵力 3400对2500 优势在我 进入战场以后 蓝色的就是金川家的部队 绿色的是友军 但我们也可以指挥 红色的就是敌军 里剑一摇800多人 这边还有对面的一个国人众 也是800人 我们这边北条岗城 这1900人肯定是绝对主力 往前顶就行了 其他人都向北条岗城靠拢 我们自己要吸取金川议员的教训 总大将的位置千万不能暴露 不过在最后就行了 这就叫一事为鉴 可以名得失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那很快我们就发现敌军的身影 里剑一摇正在向武军逼近 正目时髦在上面 非常明显 盲目分兵 乃兵家之大忌 我们集中优势兵力 首先干掉敌方的主将 现在敌人进入武军射程 但这个兵力掉的也太慢了 每次就这么三五个 这些很正常 毕竟日本古代 没有什么职业军人 大家都是种地的 临时拉来凑个树装个样子 而且我们之前选择的攻击模式 是射击 大家离得远远的 射箭半天射不死一个 但是显然是不行的 北条岗城 关东武士 帝皇八番 天下文明 打个李剑家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 所以金山时珍发出命令 北条岗城全军 换上近战武器 向敌军发起冲锋 李剑一摇 见我们冲过来 自己也是慌了 还想对我们进行骑射 但是北条岗城 马上用出一招咆哮 终于打起来了 这个数字 直接五十多七十多 这不是比刚才那爽快多了 很快 李剑一摇 全军覆没 剩下一个正目时茂 还在富与顽抗 国人众不用管他 这边我们也有国人众 十周头领 用出一招触怒 敌军防御力大幅下降 然后继续拔刀进战 反正死的不是我们金川家的人 我们也不心疼 正目时茂 也被打跑了 最后有国人众 仓皇逃算 于是这场三骑城保卫战 金川北条联军 在金川时珍的指挥下 取得大捷 全坚李剑家2500人 当然肯定也有少数人 污蔑我们 说金川时珍在三骑城下 这一弯而不羁 吃便当吃了一个多月 把家里粮食都吃空了 这里我们必须严正声明 这粮食便少 跟吃便当没有任何关系 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在三骑保卫战的同时 金川家在西县 发起了另一场战役 时间转回两个月前 其实在出兵三骑城的时候 我们发现 之前信长已经开始 攻打斋藤家了 现在正在围攻 斋藤家的主城 道业山城 这座道业山城非常的坚固 吸引了之前信长大量的兵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之前信长和德川家康是盟友 平时我们去打德川的话 之前信长肯定会过来支援 但是现在 他们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兵了 我们只需要面对德川一家 经过半年的历经图治 金川家的总兵力 已经发展到了14000多人 德川家还是这6000多 我们这次必须集中兵力 全力出击 首先来集结一下兵力 郡府城离得比较远 老婆藏春院 带上两个副将 率3400人 军马铁炮不用带 先向银马城出发 小山城妹妹领松院 率军1100人 副将安倍元甄战法离间 这可是一个神迹 一起出征 挂川城朝比奈太朝 率1200人 犬居城朝比奈信志 1200人 另外蒲衍城还有一千多士兵 我们刚才也拉了一个人过来 叫伊丹康直 又是1400 那很快这几支部队 已经到了前线 这时候我们再派出两员大将 银马城里面 是我们的奶奶兽桂尼 率兵3000 兽桂尼本身武力比较低 所以之前往城里面 又派了一员猛将 叫钢部青钢 这是钢部元申的叔叔 武力75 家中排行第一 那带上他以后 部队的勇武值 一下就从35提高到了60 兽桂尼战法轨迹百出 最后是长小城 我们在三河仅存的据点 大将钢部元申 把人全都拉出来 这支部队 军马铁炮要带满 我们的目标 是德川家的吉田城 钢部元申 你的任务 就是牢牢锁住 吉田城北方的这一条路 这是德川家支援吉田的 唯一通道 其他人 兵分两路 从东南两个方向 以最快速度攻下城池 很快我们已经 从两个方向包围了吉田 钢部元申的1500人 挡住了德川家坑的2400人 旁边还有一个国人众 花仓头领 非常支持我们 也率兵1000前来支援 那现在我们兵力占优啊 进入战斗 先削弱德川家的兵力 战斗开始以后 我们先拉开阵势 从两面包夹德川家坑的部队 对方福布伴藏 用出了离间 让我们自相残杀 赶紧把队伍拉开 我们的兵力已经被反超了 奥兵真能 赶快瓦解对方的气势 花仓头领 战法是贯穿 这可是神技啊 大幅提升我军的近战攻击力 这德川家康被瓦解的气势 又遭到贯穿攻击 这兵力直接100100的掉 损失非常惨重 花仓头领 兵力不足撤退了 但是对方只剩300多人了 还在试图咆哮 已经晚了 不要给德川家康任何机会 刚不远信 率领骑兵部队发动突击 德川家康他胆怯了 他在后退 但是已经跑不掉了 来仅仅几个回合 德川家康最后300人全军覆没 这场战斗我方大姐 打退德川的援军之后 我军主力部队已经到达了吉田城下 老婆藏春苑率3400人开始围城 敌军吉田城主九井中寺 帅900人出城迎战 这场战斗我方各路人马加起来 足足有9000多人 周边这个部队都可以加入战斗 我方占绝对优势 这场战斗我们速战速决 所有部队直接向九井中寺发起包围 很快我们将敌军团团围住 受贵泥发动轨迹百出 大幅弱化敌军战斗力 那没过几天九井中寺全军覆没 然后我们趁势向城门发起进攻 吉田城之前3000的耐久 这只剩300了 北边刚不远信还在阻挡德川的援军 之前的花仓头领撤退了 但又来了一位邹访员头领 又是1000人 什么叫人民的力量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吉田城弹尽援决撑不住了 表示要向我们投降 城主九井中寺以下六名武将 全部被我军活捉 但是我们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之前信长还在打道业山城 德川家康刚骑城里面 只剩1000人了 那还等什么 全军圈起来A过去 当然也要稍微微操一下 有藏春院走西边这条路 两面包架 刚不远信撤退了 没办法 这个时候我们金川市真 正在根据北条康城的进军速度 考虑要不要继续吃便当 管不了他了 另外道业山城出事件了 之前信长终于攻下了道业山城 改名其父 我们也必须加快速度 等信长援军来了就不行了 打完礼剑是10月份 我军从两个方向正在向钢旗进军 敌军这几个部队都只剩几百人了 现在是节节败退 试图回城死守 这个时候三好家派出了使者 三好长庆想让我们和德川家康停战六个月 想得美 果断拒绝 将来我们带兵上落 打的就是你三好长庆 现在我们把钢旗城围起来了 敌军这几个部队 见我们过来全跑了 德川家康带着八百人 还在富裕顽抗 没什么好说的 全军直接向德川家康进军 这边还有国人众 居然是锦衣直虎 这可是德川四天王锦衣执政的养母 他的父亲其实也是金川的家臣 在统侠间战死 现在他还不是我们的属下 只是作为国人众参战 这一仗就让你好好看看 金川家又回来了 福布伴藏又是用出离间 没关系 我军的近藤康用 战法毅力 效果是将周围的妨害效果无效化 他一个离间四点才配 我一个毅力只要两点血转 我军藏春院 寿桂尼 朝比奈太朝 已经三面包围德川家康 挺最后的两点彩位 放出一个骑射 但是兽贵尼马上轨迹百出 大幅弱化前方敌人 然后大家一拥而上 德川家康的末日到了 打赢以后 趁势进攻城门 七千五的耐久 只剩三千多了 这志田信长他在干嘛呀 又去围攻大园城了 德川家康爱死不死 跟我志田信长有什么关系 德川家康从城里面 拉出最后三百人 要做最后一搏 这就是斯巴达嘛 没有用 瞬间被干碎了 寿桂尼带人攻城 藏春院继续向西 进攻安祥城 我们节约时间啊 两个城的耐久都不多了 就全军压上直接强攻 北边 这是志田信长的部队吗 信长亲自带队 两千五百人 后面还有 信长君杀过来了 我们来得及吗 哎 他们又停下了 我们的城打得怎么样了 钢崎城 耐久零 安祥城 耐久零 只要最后一天 好的 树桂尼攻下德川家居城钢崎 不要再抵抗了 没有任何意义了 与此同时 藏春院拿下安祥 德川家康大势已去 只剩最后一座一股城 现在不用再打了 信长已经来了 德川家康就留他一命 下次再说 大家收兵回城 这个月时间结束 西线战事圆满完成 那与此同时呢 金川市真自己也完成了 北条家请托的援军行动 从六月到十二月 在三骑城 坚守了足足半年 老丈人表示啊 我们的奋战真是出色 那现在我军总兵力逼近两万 德川家康只剩最后六百六十七个士兵 领地就剩下一座一股城 在里面缩成一团 瑟瑟发抖 这金川市真也可以回来了 虽然北条市康 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普通 但是大大提升了和他们的信用 从三十提高到了八十五 看法大为改观 北条家的人纷纷表示 金川市真不愧是金川医员的儿子 文武双全 而且既擅长踢球 也擅长合格 文体两开花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金川家的复兴之路 哇 同志们看看这是谁啊 你应该不说 本邀请 在台湾呢 在台湾呢 京日